在这个项目里,我们会用皮影故事小舞台来创造一些有趣的故事 透过皮影故事这个活动,能够帮助促进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发展 建立词汇之间的联系,建构有关家庭成员的词语 和培养因果关系的科学概念 快乐的一家人 这个活动需要的主要材料是影子盒,爸爸,妈妈,姐姐,宝宝和小狗的傍偶,以及手电筒 首先把房里的灯关掉 然后打开手电筒,并将手电筒对准影子盒的方向 好了,现在是家庭成员登场的时候了 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这是宝宝,这是他们养的小狗 爸爸妈妈们,记得当您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请把动作做得明显地来介绍每一个家庭成员,以便小朋友们清楚地分辨每一个角色 您也可以把道具放在您身旁,以便随时取用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故事吧 从前,这里住着一户家庭 家里有爸爸,他喜欢在花园里种花 家里有妈妈,妈妈和宝宝喜欢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姐姐喜欢和小狗在客厅玩捉迷藏 他们是快乐的一家人 有一天,姐姐和宝宝说 我们要去野餐,我们要去野餐 妈妈也兴奋地说 好啊 爸爸兴奋地说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小狗也汪汪地叫着说 好啊 于是,全家人准备出门 他们走啊,走啊 寻找一个适合野餐的地点 突然爸爸兴奋地跳了起来 哦,太棒了 这棵树旁边就是最佳野餐的地点 小狗也开始一边汪汪叫 一边学着爸爸跳上跳下 妈妈,宝宝和姐姐也跟着一起跳上跳下 姐姐很高兴地跳起舞来 而爸爸,宝宝和妈妈 他们也高兴地跟着一起跳起舞来 小狗也开心地跳起舞来 小狗也开心地跳了起来 妈妈还开始唱起了歌 哦,宝宝和我,宝宝和妈妈 爸爸用低音加入 爸爸用低音加入 老鸵、老鸵、老鸵,老鸵,老鸵 姐姐和宝宝也加入他们 小狗也一起汪汪地唱起了歌 他们终于坐下来一起开始野餐了 妈妈打开了她准备的午餐盒 哇 好香啊 他们迫不及待大口大口地吃 吃饱后大家都大喊 太好吃了 野餐真棒 他们随着哈哈大笑 今天的活动和故事就说到这里 爸爸妈妈们 这只是皮影故事舞台的故事之一哦 你们可以改编其他的故事 让孩子们看到不同家庭成员的活动 这样不仅又好玩 也能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好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活动和故事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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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